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次的曼联新闻一分钟 希望大家记得CLS, Comment, Like, Share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一节就跟大家跟进了, 昨天跟大家讲了一个中坚扣业 Gabriel, 你的中坚, 是巴西人来的 我听到很多朋友的留言, 都是对他有些期望的 不少朋友都觉得踢法上都不错 今天就在Express那里见到多一宗报道关于他 跟大家分享, 究竟我们有多大机会签到他, Gabriel 他就说曼联根据Express说, 应该对这位球员也很有兴趣 现在也在跟进, 但是呢 问题就是昨天也说过了, 爱华顿, PSG, 还有几类球会 都想找他加盟的, 所以就不是这么简单 但是呢, 现在来说呢, 就说过价钱大约是2700万英镑啦 另外呢, Express就引述, 一位法国的传媒的记者或专家 他就是RMC Sport的, 他的名字叫Muhamel Buhasi 他就说什么呢, 这位记者就说 其实呢, 他就据他知道了 Gabriel呢, 就是基比尔, 我想中文应该叫基比尔啦, 希望没有搞错啦 Gabriel呢, 他那个英里人 就真的已经去了英国的 也都呢, 有跟曼联的管理层呢 聊天啊, 这样 但是呢, 现在来说呢, 里尔呢 就还没收到任何实在的offer 是的, 埃华顿和拿波里 埃华顿和拿波里都在这个对话里面 当然啦, 除了曼联, 还有另外一间球会 都在的 那即是说呢, 这位记者就说 曼联的确定有接触他 但是呢, 埃华顿 拿波里和PSG 都是同步地一起聊天 他也都说我有趣, 他不知道为什么知道了 这个我就比较特别一些 或者我就觉得奇怪一些 他说曼联其实都同时谈了几宗交易 所以呢 他们有参与, 但是呢, 实际上是真的 有多实实在在会 找Gabriel加盟的话呢, 这个就 暂时就没有 OK 相对来说呢, 譬如 埃华顿呢 其实有点点 称先的, 因为 他之前停赛 停赛之前呢, 其实已经去了做看检 因为停赛的情况, 所以才能保持住了 但是啦, 当然啦, 我们昨天也有 曼联也说过了 曼联现在当然有点着数啦, 因为 现在就是曼联拿着有欧联踢这一件事 去跟他谈 那究竟Gabriel这位球员 如果假设一样的话, 会不会 选一队有 欧联踢的呢, 因为 昨天也有说过, 他曾经 一次访问的时候, 说过他也是 想在英超踢, 波士在英超踢的 那我们用一个 纯粹用一个纯分析的角度去看, 就是说 现在呢, 这个消息就是说有四个球队他有兴趣啦, 包括 英超的阿华顿, 英超的曼联 还有PSG 和这个拿波里 那大家 如果他真是很想踢英超, 其实是两队选一队啦 曼联和阿华顿, 当然啦, 两队都 说真的, 阿华顿都是有钱的, 可以投资的 那他给到什么条件呢 如果阿华顿有机会给到多些钱的话呢 其实他都会选阿华顿的, 我相信 因为呢, 基本上来说呢, 巴西球员呢 钱对于他们来说都很重要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说的, 我不敢说全部, 大部分都是 但是 如果两个球队开出的offer都是一样的话呢 那是不是会有欧联赤的曼联有些称先呢, 还有球会又大一些 因为呢, 这个我想都挺有趣的, 有没有欧联赤呢 有些朋友, 包括我呢, 就觉得 绝对有一个帮助的 因为始终都是欧洲, 甚至是世界上的最高的比赛 但另外呢, 有一部分的球迷呢, 有说, 喂, 其实 一个球员 即是选球会未必一定是选欧联赤的, 欧联赤可能都是一个因素而已, 还有呢 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是说, 有些球员觉得 自己都是想 练多一点点 才去一个最高水准的 球赛那里踢嘛, 要不然就会更差 所以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哪样东西的机会大一点 但是基比这次转会呢 如果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对他很有兴趣的话呢 其实谈一整个机会呢 就不小的 老实, 2700万英镑如果真是这个价位的话呢 其实我想曼联应该就真的没什么问题 最紧要就是说什么呢, 最紧要就是说 究竟 他是不是真的适合我们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踢到我们的要求 还有他真的是不是踢到欧联呢, 这个真是不知道 这个就是希望大家 有没有其他关于他的 能力上高的补充, 不过暂时来说 我看到我们的万米留言 都是不错的 OK, 这次节目到这里, 拜拜 麻 conhe subject 我芥方不谈�� 可以 或稳定 受议 了 还 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